有48个90岁同学 你应该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 对于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如数家珍 但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身体再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那显然你是再也不能为他们奉献爱 你现在应该带到医院里 孩子们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照看 但还不止你一个老师吧 学校里 我们班我们学校有十几个班 有三十几个老师 但是老师中有五十七八九岁的 有五六个 还有一个长期换机是并没有上岗的 其中还有很多代表坚持的 我也不过只是他们中的其中的一个 您今年贵庚呢 我今年四十六 那您教了多少年书啊 我教了二十五年 我一九八九年七月参加工作之间 从家中出房 周老师必须穿过几十里的山路 才能到达学校 自从患上白血病后 周老师干脆收拾行李 住到了学校宿舍 周老师在这几年中虽然有病 但是他一直坚持在学校上班 他想用自己的工作来战胜这个病 他的这种精神呢 鼓舞了我们所有的新唐小学的老师 周老师教书已经二十五年 家里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 一个儿子正高中就度 虽然得知自己的病情严重 但周老师仍然无法放下班里的学生 坚持带病上课 这保温杯在他手上攥了好久 你为什么不接着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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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